HELLO 大家好,又是我Donald 聖誕節又到啦,在這裡跟大家說一句聖誕快樂 天氣又開始凍了,是不是很想吃一個小鍋,暖一暖身呢? 但是又不想吃肉,那有什麼可以選擇呢? 答案當然是嘴嘴生菜煲 材料其實很簡單,我們看看什麼材料 先處理生菜,用刀把尾部切走 如果各位網友不想吃生菜,也可以用通菜去代替 切好生菜,我們就可以把它放進一個盤裡,用水浸一會兒 在泡生菜的同時,我們就可以處理材料 乾蔥,我們去皮,把頭和尾切走,再把它切片 切好,我們就可以放在一邊備用 到處理蒜頭,一樣把它去皮,然後把它切成片 辣椒,我們也是把它洗乾淨,然後把它切片 蝦醬的處理其實很簡單,首先我們加一點紹興酒 用一條匙巾,把紹興酒和蝦醬混合就可以了 所有東西都預備好,就可以開始煮了 拿一個大小小的煲出來,然後下油 用中火,大概加熱3分鐘 看到它開始出白煙,我們就可以把乾蔥和蒜頭放下去,把它爆香 炒到乾蔥和蒜頭都出味了 我們就可以把蝦膏和蝦醬都加進去,一起炒 當炒到蝦膏和蝦醬都出味,我們就可以加一茶匙的糖一起炒 然後我們就可以把生菜都放進去 最後就是加上我們切好的辣椒粒 最後我們先加辣椒,炒起來就不會太功備了 炒它大概30秒左右,我們就可以轉大火,蓋蓋 焗多久呢,大概30秒左右就夠了 在這個時間,我們就可以關火,用筷子拌一拌 這樣就可以上碟吃得了 如果想這道菜再興味一點,不妨可以浸幾隻蝦乾下去一起煮吧 我們還有很多精彩的食譜分享,你們快點按上面的連結 就到這裡,多謝收看 大家記得按讚和訂閱我們的頻道 按下小鈴鐺,就會第一時間收到我們新片的通知 有些東西かな 我們等一下再幫你看到其實我們可以收到